你好市長 現在有一個粉專他傳言 柯市長這邊有下令蔡壁如委員 別再插手高宏安委員的事情 然後形容他是失寵的 有這件事情嗎 還是說選戰道的粉專又在放消息 還是說高宏安現在在黨內的一個地位 真的比蔡壁如高了嗎 第一點我們需要去回應每一個網路上的消息 不用啦 事實的真相是這樣 因為當時蔡壁如是要選戰小組 他負責全台灣 那我的方法就是 有確定的戰區就切出去 那新竹縣市歸高宏安直接指揮就切出去 那哪裡歸誰指揮 剩下還沒有的就蔡壁如負責 就這麼簡單 我現在裡面黨內鬥真的想太多了 好 最後一題 好 宇軒 市長這邊想再追問一下 就是因為您今天提到的是有說 要把義務教育納到五歲 可是那時候陳時中他是有提到說 其實義務教育這個算是中央的權責 不是北市府這邊可以做的 那您這邊有什麼樣的看法 要回答 這樣齁 因為就教育的制度來講 當然是由中央來立法 透過法律是最好 尤其是義務教育 他除了你學會之外 很重要是他有強迫性 強迫入選 那但是呢 中央如果沒有立法 我們從 我們就就地方制度法 教育基本法 我們台北市自己來單行的知識條例 中央是可以來做的 中間的說明 其實喔 中央教育也是台北先走 中央我還沒有看到一個很明確的行程表 所以這樣啦 這也沒有什麼 就是說 其實中央應該是要最立體線 全國一定要遵守 像台北也許他 他比較注重教育 我們有些我們也先走 所以包括台北市的智慧教育 或是中央教育都走在全國前面 好 杜森新聞最後一題 市長還想要請教一下 怎麼看吳子佳他之前是爆料 沈慧紅有找你來求官 那昨天沈慧紅是駁斥葬的說法 還說要提告 那當初到底有沒有出現這樣的事情 選舉喔 不要選到最後大家都不能當朋友 你知道 這個 這個 因為那天喔 第一點喔 這個事實的真相是 我回去真的 是2021年的1月3號 在市長市 我跟黃珊珊見過沈慧紅 OK 那你看看喔 這麼久了 沈慧紅參選到現在 我跟黃珊珊兩個也沒有講什麼 是老柯自己出來講 出來爆料 那你常常這樣啦 你丟一個鵝出來 鯊魚就會圍上來 鯊魚就會開始被查 那你說 那你們只有三個人知道 但是我跟你講喔 不免你知道喔 我們外面有隨行隨附行程小組司機 時間久了很難說消息不出去 有時候我們也會跟朋友聊天會講到 但是我要跟妳講喔 如果老柯沒有講 我跟黃珊珊兩個 從來沒有把這件事拿到檯面上 那 是禮拜六是不是 我那時候還在上廁所 突然接到黃偉安的電話 他說 我求證說你們什麼時候盡 我跟他回答說 今年年初 後來問黃珊珊 他也覺得是今年年初 後來再晚上回家 因為我們跑行程也沒有時間查 晚上回到家裡去查 那個行事例 才知道不是今年是去年 故事就只有這樣 第一點 當時他來他也還沒選舉 大家也都認識 所以 那你說 那你們講什麼 講太多了 什麼都有 那你說 人家問我說 到底討論哪些東西 我覺得這也是人家的隱私權 他沒有講我要講什麼 所以結論就是 有見過面 就這樣 沒有啦 好 我們今天記者會就到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 謝謝